为了将北极玄天上帝慈悲为怀的精神 可以转化成为对弱势的关怀 花莲市玄技工每年农历三月 玄天上帝寿淡还有农历十月平安宴 都会透过花莲市公所社福平台 转正生活物资给弱势家庭还有社福机构 市长威嘉贤十八号上午也代表 市公所前往玄技工 感谢信众大德的爱心善举 也颁证了感谢状 桌上摆满一份份的生活物资 不管是沙拉油、肥皂、洗衣精 卫生纸都饮有尽有 这些全都是花莲市玄技工要捐赠 给花莲市公所的爱心物资 在我们信徒支持之下 提供到民生用品 香水纹、沙拉油、洗衣精 以及卫生杖、定物资 希望可以来提供到我们厄生家庭输求 而且透过到我们花莲市公所的公益平台 可以来迅速将我们的物资赏到有需要的家庭 花莲市长魏嘉贤18号上午也协同社劳课长肖子卫及承办人员 一同前往玄技工颁证感谢状 感谢公主及信众大德 慷慨解囊照顾弱势族群 以每年捐赠两次民生物资给花莲市公所 持续了八年都未成终止 实在是令人感动 那也谢谢我们李公主 跟我们所有信众大德 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花莲市 一些个体的一个弱势家庭的关怀 那每一年 那总共八年的时间 那一年有两次 持续的在关怀这些弱势家庭 那每一次都是捐赠一百分以上的一个物资 那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窩心 也谢谢我们玄技工的所有的 工内的所有师兄师姐 善性大德这样的发心 让我们可以这样持续的关怀 这些弱势的家庭 市长威嘉仙表示 这一百分的爱心物资 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送给需要协助的家庭 提供最适切的帮助 而这些民间企业团体的物资捐赠 都有助于推动社会救助 也让弱势族群都能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及爱心 记者 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